不少人每天辛勤的工作 期望的就是退休之後 可以維持不錯的生活品質 而身為勞工的您 知道自己退休之後 可以獲得哪一些退休保障嗎 透過這則報導帶您了解 勞工朋友每天辛苦工作 15年20年很快過去了 你有沒有想過退休後 可以獲得哪些保障呢 我知道我就不曉得 我只知道會有6%進勞保障戶 但我不知道到最後會長什麼樣子 看清楚你的薪資單 上面有勞工退休金 還有勞保費 一個就是他參加勞工保險的 所得到的老年給付 這是社會保險 勞保基金是由勞保局 貸款運用的基金 其中保險費部分 由雇主 勞工繳費 以及政府補助 等到勞工年齡 以及保險年資符合條件 並且辦理離職退保 就可以清零老年給付 第二個就是 他是適用勞動基準法 那他退休的時候呢 雇主必須要提供他退休金 那勞工的退休金有兩種 勞退則是分為就職 新職 制度 提拨方式都不同 新職是由雇主為勞工按月提交 不得低於每個月工資6%的退休金 勞工也可以自願提交 有一個勞工的個人帳戶 那這個個人帳戶是隨著勞工 轉換工作而走 這個叫做確定提拨值 現在各國的這個潮流 大部分都是確定這個提拨值 因為勞工會轉換工作 勞工退休金或是勞保 老年給付都可以上網試算 規劃退休生活 就從搞懂退休保障開始 雨連TV 張家梁麗玲 台北報導